這個選手是擊敗了DS 那DS難道裸霜也錯了嗎 對 其實裸霜是不錯 前期我是覺得沒有虧很多 但是它其實雙升攻防 再加上三況連開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它的科技是被延緩太多 那這樣好有其實很明顯是選擇了 算是有點算是兩況比較算是數 數據向的一個打法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第一波出去被全吃 就等於說看到巨像 我們被迫要在後面做一個拉扯的情況之下 後來是全部死光 他全部死光之後 其實自此就陷入一個 就是部隊量一直都是落後於對手的 對 那最後那邊的關鍵 其實就是可能是誤判局勢的情況之下 他在那邊硬是打到對方釋況的情況之下 被迫硬做一個互換掉一個兵力 那其實那邊的兵力本來就劣勢 那換掉的情況之下就變更劣勢了 是 好 那現在是耀約太陽神 已經是賽末典了 是由仁皇軟球BO出馬 而至於這邊華埃斯敗的 賽末典他沒有派主將DS 而是由FLY 陳可偉選手出來 FLY在今天第一回合是贏了AK 面對AK的重組的9B快攻 同時FLY這位選手 他不要忘了喔 他之前還曾經有過AK 就KOF賽制一打三贏過熱身鋼鐵過的 所以這個賽末點沒有推DS推了FLY 而地圖是斷葬之谷 對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五點鐘方向 那這是我們華埃斯敗的FLY 紅色紅色的蟲竹 再來到11點鐘一個對點 那這是我們耀約太陽神的BO 軟球 藍色藍色的人類 那軟球在之前沒有在斷葬之谷出賽過 FLY則是零勝一敗的成績 那其實FLY他在對戰人類 本屆有過四次 但只贏過一次而已 那軟球BO在對上重組 有十六五重的比賽也拿到了有七勝 他也吞了一個七勝九百 不過本季你去看對戰重組的成績 有點小小失真 因為對上SAN他都一直輸 對 會有點小失真 就光看對戰重組的成績 環球BO在本季對上FLY有過一次 就是贏得了順利 好 這個工兵出去晃一下 算是蠻早 所以做一個巡人的 FLY這邊也非常非常的謹慎 因為現在BO其實很常打一些 算是比較聰明的打法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真的要小心 以前BO就是 你就是跟他打營運就對了 對方一定營運 你要怎麼搞他都可以 對 要不然就是跟他一起打營運 對 但是現在BO的打法 甚至變得比較多元化了 所以要多小心謹慎一點 對 前面還會真的 嚇NIFI有沒有 對 那之前的諸葛亮呢 還嚇了司馬懿 還嚇他 對 嚇嚇你喔 那這邊 然後單兵應該也是單兵開礦喔 那狗兵竟然被關住 甚至關廁所 關門放狗 這樣出來咬人啊 對 真的 想要去封家 想要去封家 這封的瓦斯 這封的瓦斯 同時封的瓦斯 另外也就是可以增加工兵的壽命 具有延年益壽之效 最後一刻就說一口氣給你 封住你的瓦斯 對 其實這個封瓦斯很重要 因為封住瓦斯之後 人類在攀科技上面會慢一點 那現在其實人類都喜歡單兵開礦之後 轉二郎 那我們有封住 其實你在轉二郎的時間上 是會被拖延到的 那這邊的話 好 給我們明明看一下 他真的要把它蓋起來嗎 還是會取消 應該會取消 這取消會再蓋 取消 但是一取消就被打死 取消了 好 已取消 加持久 然後趕快放在第二個瓦斯上 有稍微拖到了喔 真的有稍微拖到一點時間了 我軟球也很快地下二礦 對 那這邊工兵就跑 那家裡面升級了 升級了一花蟲的提速之後 繼續挖瓦斯 這是有什麼樣的後招呢 並沒有停瓦 所以其實就要來看一下 後續他如何做一個選擇 有可能 不停瓦 有可能會出現蟑螂 對 那往前做一個 算是 往前算是把重胎鋪出去之後 我們同時可以開三礦 這個反應爐啊 就是要來擋門的 對 來 飛了一下做一個擋門 要同時等一下跟舅長做一個互換 這邊的話 上面放了 來 喬位子 反而浪費更多時間 對 我知道建築學這個東西 真的要先留 尤其是神祖的建築學 我覺得是山祖裡面 神祖建築學是最 算是最多的 對 有時候不要看神祖正常 神祖學有打蟲 做二礦開 二礦開的建築學 也是 還有它的質問在 馬西之長 現在要出二郎 那其實現在出二郎的時間有點晚 那現在蟑螂的數量 來 直接壓了七隻蟑螂 後面補了大郎的一化蟲 那直接要壓 直接要推你的二礦了 七隻的蟑螂 前面還有幾隻一化蟲 已經在那邊等著了 對 家裡面也在補更多一化蟲 那基本上這就是直接就是賭定你 賭定你要出二郎 開礦直接輸二郎 才會用這樣子的一個壓制 真的 看到二郎 掃亮蟑螂 這是掃亮蟑螂騙你 故意在那邊騙你 讓你以為我只是想 就是想開三礦 其實這是一個正面的一波 我們看到一化蟲從旁邊繞 一化蟲從旁邊繞 算是 從山坡上過來了 不過軟球那邊有碉堡啦 對 有碉堡 可是這樣子一個兵力 比較關鍵的是你 女腰快出來了 對 如果女腰出來要防守上 是比較OK的 因為打不到女腰 沒有人打到女腰 氣況 這應該是 沒有封起來 被溜進去 沒有封起來 這個關鍵 怎麼會沒封起來 這個食物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相當要命 不僅是溜狗還溜蟑螂進去了 蟑螂那麼大一隻都溜進去了 這個只要撥住時間 因為女腰出來在防守上會緊張 會是比較來得緊 比較容易的 但是現在 對 女腰是出來了 但是軟球這邊的洞也太大了 蟑螂都溜進去 全部都進去了 那現在應該是 好 下面的碉堡沒掉 那還好 下面的碉堡沒掉 還可以再撐一下 我還硬噴碉堡啊 一定硬噴 但是一定是硬燒 你噴我燒 燒成綠色的鞋了 要溜奪者出來 趕快 想要再去咬一個 隨便什麼都好 那個蟑螂去咬礦羅吧 對 礦羅 蟑螂是首當其衝 就是你 這個三隻礦羅 我看到大人 我把他眼鏡頭沒有揍 對 不過這幼蛙蟲又衝進來 這個幼蛙蟲其實進來 拖延時間的時候 就是趕快咬一些科技實驗師 那我看你會在升級的 不會停在升 才也沒有辦法打 大人的意義也不大了 哇 軟球這邊真的損失還滿慘重的 對 這一波真的有點虧 但是Fly這邊應該後續是在補公兵 對 已經在補公兵了 現在已經有優勢了 就準備穩扎穩打了 現在絕對是大優啊 對 所以 他其實後面剛剛後續多補那個 異化蟲也是沒有利益的 哇 21個 幾殺工作單位 對 殺了21隻的 所以軟球布那個失誤 就是他的補給站沒有升起來 門沒有關起來喔 對 沒有關起來真的很重要 非常非常關鍵喔 那現在 現在BO有一個逆轉的契機 就是對空砲台還沒好 女妖要飛過來了 女妖 而且是隱形女妖 是可以變不見的女妖 兩隻 兩拍 不過後蟲其實有蠻多的喔 那現在這個 就看各種 看能不能多打個幾隻 有有有 現在還看不到 對空砲台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落到後面打 對 趕快躲到對空砲台 有保護的範圍 對 這兩隻 女妖已經 一隻一隻已經 容身為指揮官了 殺了22隻單位喔 另外一個殺16隻 17隻 這兩隻的殺非常非常多 哇 三隻後蟲可以對空 後蟲可以對空 那現在趕快喔 因為前面的算是 科技是沒有跟上 趕快在這邊 趕快再跟科技 好 好 這個 然後真的非常非常煩 對 他有隱形起來喔 所以等他的隱形能力消退 要效退了 才看得到他 對 反正就有對空砲 現在這樣子慢慢 這樣子雙方互相這樣 互有往來之下 其實現在Bow的劣勢 並沒有說來得很大 對 工廳的數量也直接補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人口甚至Bow 還逆轉領先 對 軟球Bow 63個人口單位 那Fly60 也是現在也跟上了63 也是63 對 那Fly的科技也是跟回來了喔 那工廳的數量 Fly是領先的喔 但是因為女妖 在一直燒的情況下 Fly現在也沒辦法開礦 對 沒辦法開三礦 那所以 現在對於Bow來講還好 監察王蟲 對 那現在出螺旋塔了 那現在出飛塘 好 我們已經戰機出來掃王蟲了喔 是 把你的視野先給清掉喔 而且現在 等一下Fly的壓力就會比較大 因為Bow這邊的 戰鬥要機是已經完成的 等一下是 在一撩艇出來之後 可能就可以做一個潛壓了喔 現在要拿第三個主抱 好 來這邊 我看到蟲族啊 這個右下角那個吐有沒有 對著鏡頭 有沒有 吐 我剛剛想到豪阿姨 對著鏡頭 有異曲同工之妙有沒有 又看了喔 看一看 然後就會對著鏡頭吐 噴指 就沒舌頭而已 對… 跟豪阿姨今天開場有點像 我叫豪阿姨改煉蟲族 改煉蟲族 改煉蟲族 他就可以每一次都做這種動作 喔 這邊來打了 對 這邊在青蟲 Bow這邊要開三礦了 他第三個主抱已經完成了 Bow第三個主抱已經完成了 而且飛出來要開礦了喔 那現在 這個情況之下 Fly現在才放下自己的第三個礦虛 而且蟲它其實被掃平喔 那等一下要趕快要扑出去 因為塵埃很重要 這個要等重開消退才放得下去 對 打這個石頭打掉 對 等一下支援三號 會比較來個方便 來個迅速 飛躺過去就隱形的消失了 你現在咬石頭 非常閒的也閒的 不幫忙打一下石頭 可能要趕著去做一個騷擾 正在想 飛躺應該是要趕快去做騷擾 這個時候 軟球這邊對攻炮也下下去 防攻炮 所以其實現在要騷擾 其實也會比較難賺到什麼東西 那煎草王蟲往前跑 獨爆的移動速度也快升級完成了 而軟球這邊是攻防已經 一一已經完成了 一攻一防完成 那煎草王蟲 得以生免 對 被打掉 那煎草王蟲還滿貴的喔 能省則省 現在王蟲也沒有還擊的能力 它只不過是飛得比較快一點的王蟲 所以軟球已經把一開始那個被溜狗 而且還被溜蟑螂的烈士搬回來了嗎 對 其實蟲族的打打對於自己的經濟影響也很大 對 那我剛剛後面有講 我覺得他後面多溜那些地化蟲其實是多餘的 如果他可以早點開始爆 早點開始爆弓兵的話 其實蟲族的優勢 我覺得就會比較容易顯現出來 這邊一堆的毒爆蟲 好 這個飛躺 這個不要被襲到 毒爆過來啊 非常漂亮 飛躺的射柚 機槍兵趕快跑喔 完了 這個飛躺的射柚做得很漂亮 我們看到 這個擁有控土的優勢 直接擠上來 以為飛躺落單了有沒有 機槍兵很開心見獵欣喜 往前一直開槍 結果沒想到後面一群的毒爆滾過來 正在幫飛躺洗澡的同時 對 自己也被爆漿洗澡 毒爆就來了 對 微波哥我們看到雷神在此 看到出雷神 雷神也出來了 那這波壓掉其實只是把這一波 把這一波是撞 就是 就是把第一波算是比較少損耗的手下來 對 但是後續其實 爆這邊還是沒有劣勢 那飛躺 因為損耗有點多 剩下四隻 中間看到一坨 這是一化蟲加毒爆蟲的 部隊 往上波 硬上了 這一個 那一個爆兵爆得相當相當兇 直接炸坦克 對 直接炸進來 這個 這一個是怎麼爆的 這個建築學就是讓你炸雙雙 這就是火招連環船的意思 對 這個非常非常驚人 太驚人了 連雕堡都一起爆 現在這個後面在補 算是把部隊是消掉 但是 因為Fly這邊真的是犧牲精緻的打 完全沒有在補工兵了 對 工兵的數量是比較少的 而且山框也沒有在挖瓦斯 其實就等於說 知道自己是一個烈士 所以持續爆兵做一個壓制 來了 又來 現在人口數 軟球波122 那Fly是95而已 對 而且現在的工坊 工坊如果這一波再沒有打下來 其實工坊人類就會達到一個很好的優勢 因為看二公二 反而從前還沒有再生工坊 我們看到這邊 肥神出來想要打飛躺 但已經沒有飛躺了 對 沒有飛躺了 那現在全部都在爆硬化蟲 這個會戰再繼續打下去 人類就要贏了 對 完全 現在優勢等於說 就掌握在BOW這邊了 一個爆兵但沒有打得下來 一直打不下來 肥神說叫我出來 結果打一化蟲 大才小用 對啊 殺雞煙用牛刀 非常呢 非常呢 趕快出來 叫陣了 叫非常出來 結果根本沒有非常可以打了 對 根本沒有非常 現在這個往中間 王蟲死框 本來這邊能做的就是六狗 好想 摸點時間 不過再打上一化蟲 好 對 一化蟲也在加喔 守住了 哇 Fly這邊 Fly打出了 GG 隨時有軟球 BOW 獲勝 所以曜月太陽神呢 是以3比1 擊敗了華爾斯白的曜月太陽神 在八連敗 對史最長的八連敗之後 他們是拿下了二連勝了 同時呢 華爾斯白的吞下了 今晚輸之後 吞下了三連敗 這三連敗也是 憑了他們對史最長的連敗紀錄了 在開季的一個三連敗 不過曜月太陽神能夠從八連敗 後來復書回來拿到二連勝 特別是今晚的比賽 最後一個回合還是請Sovay來解說一下 對 其實據到我剛剛講的 其實關鍵就是 我們前面第一波打完之後 後面的經濟是沒有立刻補上 因為他科技劣勢的情況之下 有被女腰稍微騷擾到一些 那自己的三框開不出去 那軟球這邊其實第三個主角 算蠻早蓋的 我後來有留意到 他第三個主角蠻早蓋 經濟是立刻就補上來的情況之下 其實Fly這邊是完全沒有任何優勢 對 那到後來飛躺出來也沒有騷擾到 那三框比對方晚開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 經濟是一個很大的劣勢 所以他後來其實是犧牲經濟了 他工兵補到雙方滿營之後 三框就只有挖錢沒有挖挖絲 一直抱兵一直抱兵的情況之下 就是想要再 看你有沒有一個失誤 就是趁機能就把你打掉 但是後面那邊 算是打得非常非常穩重 三框接著四框開 一直守住最後其實沒有任何機會 是 因為太陽神真的是回來了回神 八連敗就拿到了一個二連勝 而就在明天呢 明天呢 4月22號禮拜天 明天呢是中華之邦下午兩點就打了 所以會拖延到我們現場直播的 晚上的八點鐘的時間 SF 昂賴以及跑跑卡丁車 是由華爾斯巴德對上 耀月太陽神 而在SF以及跑跑卡丁車結束 到這個星海爭巴中間 就會特別請到韓國的星海爭巴 人類的女選手金嘉義呢 有一場表演賽 他會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呢SSQ也是國內的 星海爭巴的高手女選手 機會軍有一場表演賽 那表演賽之後呢 才會有的星海爭巴 是由 耀月太陽神 對上的是熱身鋼鐵人 耀月太陽神 明天還要繼續的出賽 要對上的是 近況非常好的熱身鋼鐵人 明天的比賽希望 觀眾朋友準時的鎖定啦 那我們今晚的比賽到這邊 要完全的告一個段落 到這邊要 非常的感謝我們的賽事獎品 謝謝導演 同時也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徐戰語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